这是北约非常混乱的一个年代 战火纷飞 可是在北约的深宫里面 吴太后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由美男相伴 紧急于时 然而她不知道此时的京城外 已经涌动着一群想要搬倒她的人 这时候的北约已经到了即将四分五裂的时候 情况糟糕的就好像当初的东汉末年时候的情景 据说这一切与当时候的六个镇有重大的关系 也就是北约政府特别设立的重要军事重地 具体有沃远镇 淮硕镇 武川镇 福明镇 柔玄镇 淮光镇 据史料记载 北约迁都洛阳后 渐渐的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所以六个镇的地位也发生着莫大的转变 渐渐被人忽视 荒废 甚至还成了洛阳眼中最看不起的蛮人之邦 当初曾经受到达官显贵 热情追捧的地方 如今居然变成了他们一个个想要逃离 想要避而不及的地方 甚至连京城里面粉料室 有罪的人也会逐一发配到此地 然而那些被发配到这里的人 便把自己所有的怨气 全部发泄到老百姓的身上 渐渐这里便聚集了一群被压迫的威捕百姓 以及江湖人士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小编认为老百姓们的反抗是必然的 当时社会如此混乱 军官压迫老百姓 被压迫的叫不连铁 按照历史发展常理来说 那里有压迫 那里就有反抗 于是有一队起义军便诞生了 那就是朱荣领导的一支 由北方六阵士兵组成的队伍 他们后来还引发了一场 历史上最著名的黑音质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的北魏朝代 能做主的不是当朝皇帝 而是皇帝的母亲胡太后 而这个胡太后又是一个旨在权利 而不在意亲情的狠毒角色 所以当意识到自己的儿子 对自己的越来越不满的时候 担心儿子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便借助宫中嫔妃生孩子的事情 迫不及待逼迫自己的儿子 让出皇位 但是没想到这位妃子生下来的是个女孩 不过 胡太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依然把真相隐瞒下来 对外宣称这位妃子生下来的是太子 连当朝的皇帝 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见这位刚生下来的太子 皇帝感到事情不对劲 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可能对他采取什么行动 于是发密照把二朱镕叫过来护驾 并且清理小人 也就在二朱镕回京后 胡太后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感到非常惊慌着急 于是他身边的宠臣给他信策 叫他杀了现在的皇帝 重新立一个新皇 于是胡太后杀死了亲儿子 但是因为皇帝生的其实是个女儿 于是他便将其女扮男装 然后对外宣称皇帝已死 太子继位 但是考虑到太子的女儿身份 总会有暴露的一天 只能巧用借口 把这位女儿身份的太子换下来 重新立了别的皇帝 小编认为 这样荒谬的事情 在当时也属于比较京士汉族的 只是没人敢对此做出评论 就连奉先皇的命 令晋经护驾的尔朱镕 也感到进退两难 据史料记载 当他听到宫中的皇帝事件 其实是胡太后一手策划出来的时候 他便带领自己的军队闯进了皇宫 发动叛变拥立了新的皇帝 并且把胡太后和他的亲信全部杀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